一个多月以前 刚把我那颗巧克力文心兰给分了个盆 因为长得太大了 都掰不开了 是用刀给切开的 没想到它居然又长了一个花芽 我以为分猪之后 怎么它也要修整一段了 结果真是没想到这么快 就又开始长花芽 最近下雨比较多 我就把它放在橘子树底下 几乎也没有怎么管它 因为一只有雨水嘛 我发现这文心兰大到一定程度 这花芽也是没准 想什么时候开 什么时候开 今年开了好几回 这个是当时分盆的时候 不小心掉下来的一个 也活了 旁边那个新芽有长大 两个多月以前 揪了些菌子栏的种子 种在这个花盆里 我们拔了出来看看 有没有发芽 花盆是放在树下 能淋到雨的地方 这儿有几粒 有几粒种子 这几个应该是之前在一个果子里包着 现在果皮应该是烂掉了 所以种子露出来了 这儿也有 好像发芽了 菌子栏种子虽然发芽非常慢 但是很皮实 扔在园子里自己就能长 我把它们扒出来看看 我这土还是挺湿的 这不是我教的 因为前面也是刚下完雨 看到它的胖胖的白根了吗 对 它是先长根 然后再长叶 有一些有根有叶 还有一个啥也没有 这几粒种子是来自同一个果子 但是它们长的速度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最晚的这个芽点刚刚萌动 再看一个 我记着我放了好几个果子在这 这个种皮就果皮还在 看着是烂掉了 种子有发芽 这个芽比刚才那个小 先出来的那个呢 就是根 这么短的根 就还没有长叶 腐烂的果皮果肉还在这 种菌子栏的时候 可以把种子扒出来 一粒一粒的种 也可以就一整颗果子一起去种 那最后这个果子会烂掉的 烂掉的果子 我猜 应该就算是菌子栏的肥吧 所以我通常比较懒 直接就一个果子一个果子扔在那 让它自己去发芽 我稍微用水冲了一下 但是没有使劲去搓 可以看到这些胖根上还粘着一些东西 这个就由它吧 我也不想去搓会伤到根的 您自己在种的时候 没事不要这么扒了出来看 虽然看过之后买回去它还是会活的 但是没什么必要 就不要去打扰它们了 就安安静静地等着它们 等着它们的小叶子长出土面 长到一定长度的时候 移栽到合适的位置就行了 我这是又把它们给埋回去 随便放回去就行 可能您想问说什么时间移栽比较合适 实际上任何阶段都可以移栽 包括种种子 您可以直接种到您需要的位置 就现在这个大小 您把它埋到您需要的位置也是可以的 只是如果特别小移栽的话 容易被忽视了 可能不小心自己扒拉土的时候给它伤了 或者像我们家有可能狗过去就给我踩死了 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了 总之就是菌子兰的种子非常非常的好种 也非常容易出芽 就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水也不需要浇太多 它不需要太多水 如果您能像我这样放在户外淋雨的话 完全都不用管 如果不能淋雨需要浇水的话 基本上也是干了再浇就行 再就是不需要埋得太深 非常薄的一层土就可以 甚至说您不放土 放点其他东西盖在上面也行 比如说您捡点树叶 或者也养狼花的话 有水苔 撤下来的旧水苔 给它盖一点什么的都可以 因为它在户外 种子自己落到地上 就能够生根发芽 打滚得起来了 在我上水苔 好 别别别别别别别乱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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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